好,我來示範一下這一片CPL的綠光效果 它是針對像玻璃有些反射的時候 我去旋轉鏡片就可以看到它反射的差異 你可以看到它反射的差異有沒有 我正在旋轉鏡片 當我拍有些場景啊 這個玻璃反射有點過大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旋轉它 讓它反射少一點 你現在看到這個玻璃裡面的反射變少了 再旋轉一下就會變強 好,這個就是CPL的用法 那用到的場景其實並不會很多 可是有些地方像有些景 你需要這個不反射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這一片濾鏡 那通常攝影師都會帶一片濾鏡 以免不時之需 像現在我要拍這個車子 假設我要連駕駛一起入鏡 可是我有想要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用CPL這一片濾鏡來拍攝 你這樣旋轉一下 駕駛就可以入鏡了 再旋轉一下 反射又跑回來了 這個就是CPL的用法 嘛 在這個地方 晚安 還沒有